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我们预备自己借着寻求神,寻求公义,寻求谦卑 所以在这前两个星期我们都简短地看过什么是寻求神 但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在同样的主题 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看这个启示录 前两个星期 星期三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学习到这个启示录有带着一个祝福 启示录一章三节 念着书上预远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所以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本书 它说如果你读了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就是有福的 当然并不代表其他的书本不重要 在圣经里面每一本书都是重要的 但我们是在告诉你这本书说 对读者他带着一个祝福 前几个星期有一直的有这个经节领到我 然后我发觉在这个启示录一章三节 当我从不同的翻语版本来看 我们明白他说读这本书的意思 当他说听这道我们也明白 然后第三他又说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遵守就是我们顺服和明白 然后在另一个版本 所翻译的 它是英文的 就是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拥抱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喜乐的福分 因为日子静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遵守而在另一个版本 他说拥抱 就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意识和滋味 我们相信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听很多东西 但我们是否有拥抱它 是否有去拥抱这个启示录的信息 其中一个主要的主题在这个启示录就是 耶稣第二次要再来 我很多时候解释过了 这不是说到世界的末日 是说到一个世纪的末日 一个世纪的结束 世界要来到了一个世纪的终结 然后新的世纪要开始 所以在这个世纪的终结 耶稣要再来 当他来的时候 他要兼顾他的国度在这地上 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所有的一切在这世上会变得不一样 他会掌权一千年 他要从耶路撒冷斩权 有些人神显示他们 新的千禧年会是很不一样的 有一些国家就不再存在 他的科技 千禧年里面的科技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耶稣第二次来临的主题 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教导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信 给所有的基督徒 它是我们信心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而你会发现在前几世纪里 这个世纪 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就不再一直的被教导 好像过去一直的强调的 如果你读圣经 你发学在第一世纪的教会 这个耶稣再来的教导 对他们是非常真实和宝贵的 可是当日子继续的过 当其他的教育 掺杂进来教会 这耶稣再来的教导 的真理就不再成为是中心的和重要的 我们却去专注其他的东西 这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们却忘了它是主要的东西 所以启示录一章三节 这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拥抱这个真理 我们是否把这个真理 这个教育 这个真实的话 给接受起来 接受什么呢 领受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信息和真实 这是真理 这是一个教导 这是一个教育 耶稣第二次要再来 耶稣本身说 在门徒的书信中 他们也一直地显露这个真理 但我们是否有把它拥抱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神说是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对自己说 为什么人总是要拒绝这样的信息呢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让人拒绝拥抱这样的教育和教导是什么 他的拦阻是什么 他的反对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要看三个可能的答案 为什么人不要认识这个真理 为什么人他们不只是不要他们还抵挡他拒绝他 他们不要拥抱这个教导 你看拥抱就是你把它带入你的心 你认为它是很重要的 你把它紧紧的抱住 你把舍这个预言的话 保守在你的心里 那一句话 我拥抱这个真理 把它给紧紧的抱在里面 我们是否有拥抱耶稣第二次来临的真理 让我们不要被所发生的事情而感到分心 为将来的事情而分心 因为他主要的高潮就是耶稣要第二次再来 很多东西会发生 当然 在世界很多东西要发生 但他的专注他的高潮就是 王的第二次再来 王我们的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重要的事情 他来过 他曾经来过一次 在他第一次再来的时候 预言说他会来 而也成就了 2000年前他第一次再来也发生了 现在圣经所留下的预言 就是他的第二次再来 而他是肯定会来的 我们是否有真正的拥抱这个真理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慢慢地看 第一有一个可能性的抵挡 有些人可能会说 没有人再讲这样的东西了 没有人再提到耶稣第二次再来 我最喜欢的很出名的媒体的牧师 不讲这些东西 今天我们在媒体上 我们会接触到许多不同的教育 他们会教你不同的东西 可能我们会特别喜欢这个 特别喜欢那个 然后你说我喜欢听的那个 他没有讲这个耶稣 为什么你要讲 为什么你要一直地讲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的抵挡 为什么没有人提到这件事 你却要一直地提到 圣经告诉我们 这的确要来临 如果你看 提摩带二书四节 提摩带后书第四章 一到四节 Let me read to you Paul was speaking to Timothy and he said I charge you therefore before God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o will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t his appearing and his kingdom preach the word be ready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convince, rebuke, exhort without long suffering and teaching from the time you will come when they will not endure sound doctrine bu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esires because they have itching ears they will heap up for themselves teachers and they will turn their ears away from the truth and be turned aside to fables 2 Timothy chapter 4 verses 1 to 4 摩带后书四章一到四节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 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束缚你 勿要传道 无论得实不得实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这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焉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这里 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命令 一个吩咐 他告诉这个年轻的仆人 提摩泰 他说我吩咐你 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当保罗对提摩泰说 他说当我告诉你这件事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在神面前告诉你 而这神 他要审判活人死人 当他再来的时候 当他的国度来临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背景吗 保罗告诉提摩泰 他说我告诉你 非常重要的东西 在神面前 我们的神是个审判官 当他再来的时候 他要审判 他要再一次的出现 他的国度要降临 所以在这里 保罗对提摩泰说 他也对所有的传道 所有执事的人说 我们所有人都是某种程度的执事 我们帮助人 告诉人真理 保罗说如果你如此做 你要确定你传讲的是真理 第二节保罗清楚的道书提摩泰说 你要传讲神的道 他的吩咐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传道 不是把它生意化 把它变成是好像商人一样 现在的人他们把神的话语 商业化 所以你要小心 这是旧的技巧 但却一直出现 你杀20块 你就会得到你的突破 你的医治 保罗说你要传讲 不要把神的话语商业化 不要欺骗 用欺骗的话 所以如果那个传道人 他告诉你说 杀500块 1000块 然后你的生意就会有进展 这些人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并不是在传讲神的道 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奉献 或者是线上实义奉献 这些都是按着神的话语是应该的 但不要利用神的话来赚钱 所以保罗使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你要传道 他要我们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你要用百般忍耐 要有耐心 首先第一次听的时候 人听不进去 不要放弃 要百般忍耐 可能人拒绝你的信息 也不要放弃 但你带着百般忍耐 你要继续地教导 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 第三节告诉我们 到了有一天 人会厌烦 不要再听真理 他们要听他们心中所愿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是好像一个预言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这世界到了有一天 人会不要再听真理 他们决定他们想听什么就听什么 他们也很厉害地使自己 看起来是正义的 为什么呢 他们会说 我觉得我要听 我所需要听的 我需要听这样的东西 我想听 所以你按照你的需要 你的情欲 你的渴望 来选择你要听的 保罗说这样的人 他们耳朵发痒 他们自己增添好些师父 他们拒绝听真理 这是不是很可怕的呢 弟兄姐妹 因此让我们把它转过来看 let's turn it around because of this 因此 ministers and preachers 传道的和执事的 then begin to address what the audience wants to hear 就开始去妥协那些会众 他们要听什么就讲什么 他们就开始符合他们 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 而当人想听 他们所渴望的 他们认为他们要听 喜欢听的东西 你知道吗 通常他们想听的东西 就是一些支持他们的 老我生命的生活方式 会支持安慰他们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一个人 他不喜欢实义奉献 他就会去找所有的YouTube 告诉他们说 不用线上实义奉献 所以他就是在选择一些的教育 来支持他所相信的 或者有一些人 他们不相信说方言 他们就自己去找一些教育 是抵挡说方言的 来支持他们的立场 但我们是要学习真理 拥抱真理 传道人执事的 不应该只是说 人所愿意听的东西 因此我们有那么多 世代的基督徒 他们缺乏这个完整的教导 基督徒变得软弱 因为他们没有平衡的教导 他们的专注不再是在 这个平衡的教导 他们的专注是在 那个好像超级明星的性格上 一个人穿着有多华丽 那些的什么东西 方便是那么方便 他们的专注是在表面上的东西 而我们也很容易就被这样的东西所吸引 I'm not saying you should not dress nicely to be a preacher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做一个传道人 不应该好好穿着 I'm not saying that but the focus should not be I'm a superstar 我的意思是 我们的专注不应该是 把自己变成超级明星 We are servants of God 我们是神的普通 We are not the superstar 我们不是超级明星 Facilities are very good Modern day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那个新潮的设备 是很好的 But these are not the focus 但这些不应该是我们所专注的 今天人拣选教会按照教会的装备 Based on what they want 按照他们心中所要的 而他们的教育就开始使人混乱 就是使人与圣洁妥协 Now people say Oh love Love we should tolerate people with different lifestyle 现在人说 Oh你要有爱 爱就要忍受各样不同的生活方式 And then you confuse what is holiness 然后你就使他们混乱什么叫做圣洁 More and more churches are go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Bible 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远离圣经 Right like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in UK 好像在UK的这个 Methodist Church 为你公会 They recently they voted They say they accept same-sex marriage 他们最近投票说 他们决定接受 这个同性恋的婚姻 Methodist used to be From a great revivalist The founder is John Wesley A great revivalist 魏里公会本来是一个伟大的 复兴家的开始的教会 创办的教会 The teachings about holiness The teachings about the word of God The holy lifestyle 本来他们是教导圣洁 圣洁的生活方式 圣洁的神 But now We need to accept all kinds of people 现在他们说 我们需要接纳各种各样的人 If you know Attacking the truth in the word of God So sometimes preachers and ministers have hidden agendas 所以有时候传道人 或者是执事的 他们有隐藏的目标 They focus on the audience's convenience 他们专注在会众的方便 What they want to hear What they long to hear 这些会众想听什么呢 他们喜欢听什么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of us have a responsibility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of us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all of us can read the Bible for ourselves 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可以读圣经 And God gives us the Holy Spirit To teach us the truth 神给我们圣灵教导我们真理 The Spirit of truth The Holy Spirit will lead us 真理的灵 圣灵会带领我们 So if we are new Christians Or if we are long-time Christians So if we are long-time Christians So if we are new Christians So如果我们是新的基督徒 或者是已经很久的基督徒 We still must have a Bible Everyone must have a Bible And learn to read the Bible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圣经 好好的去读 If you don't have a Bible You can write to us You can tell us And we can help you to source for a Bible 如果你没有圣经 你可以写给我们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帮助你得到圣经 Right Recently we ministered to a Sabahan And we found a Bible for him 最近我们服侍一个 Sabah来的弟兄 然后我们给了他一本圣经 Everyone must learn to read the Bible 每个人都要读圣经 And ask God to teach you When you read the Bible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求神教导你 Our lives must be based on the truth in the Bible 我们的生命要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 Amen That's very importan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example Why is it that Now people don't even talk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为什么现在的人不喜欢 不再说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When we still focus very much On the great commission 但我们还非常地专注在神的大使命 But that part on the second coming We take it out 但是耶稣再来的那一部分 却把它拿掉了 Let's look at it in detail 让我们仔细地来看 Where is the great commission 神的大使命是在哪里呢 Mathieu 28 Mathieu 28 everybody knows If you go to a church And you ask Many years ago Everybody you know We are learning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people 28章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我们都要学习传讲神的福音 That means we tell people You know That you need Jesus in your life 就是我们要告诉人 说你在生命中需要耶稣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to make disciples 这个大使命就是要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To become disciples of Jesus 使人万民做基督的门徒 Repent from their old lifestyle 悔改他们旧的生活方式 And then begin to follow Jesus 开始来跟随耶稣 Jesus become the Lord and Savior 耶稣成为他们的主和救主 So when Jesus spoke about the great commission 所以当耶稣说到这个大使命 In verse 18 He said Jesus came and spoke to them Saying All authority has been given to me In heaven and on earth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ings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lo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Amen 耶稣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那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统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Do you notice that? 你注意到吗? The great commission 耶稣的大使命 Includes 包括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When Jesus said Go and make disciples 那耶稣说 去使万民做我们 Baptize them 给他们施洗 Teach them 教导他们 And he didn't end there 他没有停在那里 He said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他说我常与你们统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直到世界的末了 Even the great commission Inside the great commission Talks about the end of the age 即使在耶稣的大使命里 也提到世界的末了 And we must rediscover The focus and the motivation Of mission work 而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发现 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宣教的工作的目的 Do you know When mission work exploded deckades ago 你知道当宣教的工作 爆发的时候 They were driven by the message That Jesus is coming again 在几个世纪前的时候 他们是因着 耶稣再来的这一句话 来被驱使去工作 People go and make disciples Because they know Jesus is coming again 他们出去 十万名做耶稣的门徒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要再来了 So in other words 也就是说 Gospel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Includes the truth And teaching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宣教的福音 是包括耶稣 第二次再来 When we preach to people about Jesus 当我们跟人家传讲耶稣 Jesus died for you 耶稣为你死 for your sin 为你的罪死 so that you are reconciled to God 好让你与主和好 But Jesus did not die After three days He rose from the dead 但耶稣没有死在那里 他三天之后又复活了 Receive Jesus into your heart 你要接受耶稣 进入你的心 成为你的主 成为你的主 We always stop there 我们就停在那里 But I think the correct gospel should include Jesus is coming again 但真正的福音 应该包括 耶稣要再来了 Jesus is coming again 耶稣要再来了 When we tell people about the good news Now we should say Jesus is coming again 现在当我们对人家 传讲福音的时候 我们应该告诉他们 耶稣要再来了 Amen Amen So you see The first objection Why people reject this truth 所以你看第一个 为什么人家 抵挡这个真理的原因 Because no one talks about it 听着没有人 说到这件事 There is no balance 没有平衡的教导 Even in great commission Even in the things that we learn This part of the truth is taken out 即使在大使命中 在我们所学的圣经中 这个真理 被人家拿出来了 Another verse I show you For example 另一个经节 One of the memory verses We have 另一个我们所背的经节 Philippians chapter 1 费利比书一章六节 Being confident of this very thing He who has begu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complete it until the day of Jesus Christ 我深信 那在你们里面 动了上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This is talking about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说到圣灵的工作 In our lives When we receive Jesus in our hearts 在我们的生命中 当我们领受耶稣 进入我们的内心 The Holy Spirit Or the Spirit of Christ begins to work in our lives 圣灵 真理的灵 开始在我们里面 动工 So when God begins to work in our lives 这张神 开始在我们里面 动工 We are told in the verse we read just now 我们刚才所读的 经节告诉我们 If He begins a good work inside us 如果祂在我们里面 开始了善功 This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day of Jesus Christ 圣灵的工 会继续知道 耶稣再来的日子 The biblical teaching about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圣经的 合乎圣经的教导 关于圣灵的动工 also talk about until the day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也说到 直到耶稣 第二次再来的日子 The problem of the modern day teaching 现在新潮教育的问题 is just merely motivational 就是只是在那里推动你 make people feel good 使人家觉得很爽 focus on the success you can have in this life 专注在你在这世界 能得到多大的成功 focus on this earthly life 专注在这属世的生命里 take away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拿掉 take away the part where they talk about and of the age 把这部分 当他们说到 世界的末了 这句话拿掉 take away when he talks about the day of Jesus Christ 让他们说到 耶稣基督的日子 把这句话拿掉 just talk about you can have your best life today 只要专注地说 你今天就可以得着 最美好的生命 you can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你今天就可以成为 最好的自己 and all the focus is on you 所有的专注 都是在你身上 on your life on this earth 在你的生命 在你在这地上的生命 is this the same with what Jesus taught 这跟耶稣所教导的一样吗 when Jesus came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看耶稣两千多年前来的时候 he told people what is it like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天上是怎样的 so he began to preach in Matthew chapter 5 所以他就开始传讲 马太福音第五章 lay up your treasure in heaven not on earth 你要把财宝存聚在天上 而不是地上 very strange 这是很奇怪的 Jesus taught that 耶稣说 this is what Jesus taught 这是耶稣所教导的 our treasure must be in heaven 我们的财宝要在天上 but our modern day teaching is 那我们现在新潮的教育是 make your treasure in earth 去在地上 大大的赚钱 important things and everything is on earth 就是地上所有重要的 所有重要的东西 都是在这地上 what is the teach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月的教导是什么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above 你要定义在天上的事 but here today 那今天的教导 we continue to tell everyone just focus on your life today 是告诉人 你只要专注在你自己的生命中 on your earthly life 在你地上的生命中 so there is all these imbalanced teachings 所以这些不平衡的教导 到处都是 cause people not being able to embrace the truth and the message that Jesus is coming again 使到人无法拥抱这个真理 这个信息 就是耶稣要再来了 do you see the danger 你看见这个危险吗 if you choose your own favorite teachings 如果你还在拣选 你喜欢听的信息 what you think is your desire what will support your lifestyle 你心中所愿意听的 你喜欢听那些 支持你的立场 you only hear that will support your mindset 你只是喜欢听那些 支持你所想的 then you will reject the truth and the teaching that Jesus is coming again 那你就会拒绝 这个教育 这个真理 就是耶稣要再来了 but we are told in Revelation chapter 1 verse 3 we are to embrace this truth 但启示录一章三节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拥抱 这个真理 we are to embrace this foundational principle and teaching 我们要拥抱 这个真理 和教育的根基 Jesus promised he will come again 耶稣应许 他必定再来 his disciples wrote in the new testament that Jesus is coming again 他的门徒 在新月说 耶稣要再来了 if you and I don't embrace this truth 如果你和我不拥抱 这个真理 we are taking a lot of the bible out and we are just believing portion selected portion in the bible 我们就是把圣经的 一些真理 给丢掉 然后选择性的 读我们想读的 the second objection people reject this truth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人拒绝 这个耶稣 再来的真理 what is the second hindrance possible hindrance why people don't embrace the teaching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为什么人不在拥抱 耶稣第二次来临的 教育的原因 they will tell you hey you are not practical 他们会跟你说 哎呀你很不实际 we need to live you know 我们需要生活 we need to eat we need to find money 我们要吃饭 要去找钱 why you talk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你为什么在那里 讲耶稣再来 not realistic not practical 你不实际 you are living in your own world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whether God knows the real world or we know the real world actually is it God who knows the real world or do we know the real world 到底是神知道 真正的世界的情况 还是我们呢 do we know how to live or is it that we need God to tell us how to live 我们是否知道 如何身处 还是神知道 我们如何身处 have we been told the way to live is just to seek money in order to sustain ourselves 是谁告诉我们 活着就是为了 吃饭赚钱 支持自己 耶稣有告诉我们这样吗 耶稣告诉我们 你和我不能服侍两个主人 你不可以服侍两个主人 你要不然就服侍耶稣 要不然就服侍马门 你要不然就服侍 世界马门 还是耶稣 所以当你开始说 哎呀这个不实际 你一直在讲 耶稣再来 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可能 一直以来 我自己在想 我们是否在寻找 错误的东西 一直以来 我们的期盼 是否放在错误的地方 人家所告诉我们 所教导我们的 跟圣经教导我们的 有那么多大的分别 这个基本的教导 教我们怎么活 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六章 耶稣说 don't worry what you will eat what you will drink what you will wear for after all these things the Gentiles seek your heavenly father knows that you need all these things but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to you therefore do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will worry about its own things sufficient for the day is its own trouble 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 你们需用的 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 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 这些都要 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 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你认为 神不顾念我们吗 Jesus himself said the heavenly father knows what we need 耶稣自己说 天上的父 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knows you need all these things 他知道你需要 这一切 what you eat what you drink what you put on 你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our life is not about seeking these things 我们的生命 并不是在乎于 寻求这些东西 this is what Jesus said not what I say 这是耶稣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但我们却用尽 我们的生命 来寻找这些东西 so when the trumpet is blown 以致当号角 吹响的时候 when the message goes out when the teaching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is being taught 当这个信息 发出来 当耶稣再次来临的 教育被发出来的时候 we cannot accept 我们却不能接受 we cannot embrace 我们拥抱不到 because our focus is on this line 因为我们的专注 是在这一身 we say all this not practical I don't want to know 我们说这些东西 是不实际的 我不要去听 hello like the recent message I just posted on the youtube 就好像我最近 放上去 youtube的信息 what we learned last month 我们上个月所学的 our life on this earth is so breathed like a vapor 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 不过好像一层云雾 but doesn't mean when we die that's the end of our life 但并不代表 我们如果过世了 死了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结 we are eternal beings 我们是永生的人 we should live from the eternal perspective 我们应该从永生的 看法来看 and one of the eternal perspectives we should have 我们应该拥有的 其中一个永生的看法 is that king Jesus will return again 就是我们的王耶稣 他要再来 it is not whether it is practical or not this is the truth 不管你说实际 不实际 这就是真理 whether you believe or you don't believe whether you believe whether you believe Jesus will still come 你信还是不信 耶稣还是要再来的 but we must know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 as these people we must embrace this truth 我们是神的百姓 我们应该拥抱 这个真理 and not found to be seeking the wrong things 而不是 去寻找错误的东西 Jesus said don't worry about all these things 耶稣说 不要为世上的这些东西 忧愁 you seek God's kingdom 你要寻求神的国 His kingdom is coming 神的国度要来临了 you seek His kingdom 你要寻求神的国 you seek His righteousness 寻求祂的义 all these things that people worry about 这一些地上的人 所担忧的东西 will be added to you 他要加给你 if you do what Jesus 如果你遵守 耶稣吩咐你的 and if this word is not true 如果他的话 是不真实的 then you and I don't have to believe him 那你和我就 不需要去相信他 He doesn't say this truth and then will kick you kick you down from the cliff 耶稣不会说完了 这个真理 然后就把你 替下悬崖 He's telling us the truth 耶稣是在告诉 我们真理 He's showing us how to leave 他是在指示 我们该怎么活 We can live above the circumstances 我们应该活 超越这个环境 We can live with a purpose 活在这个旨意 We can live with a meaning 活在这个意义 Don't be overwhelmed by what this life will make us sorrowful or the cares of this life 不要被这世界的忧愁 还是过率把你淹没 However if we reject this truth 但是如果我们拒绝 这个真理 It's our choice 这是我们的选择 People will still run around in this world 周围的人 还是继续地 进行他们的活动 Looking for teachings Looking for messages That will feed what they want to hear 到处寻找一些信息 是满足他心中所渴望的 And not embracing The truth that Jesus is coming again 却不拥抱 耶稣要再来的真理 So lastly We are just going very briefly Lastly What is the possible objection People don't embrace this truth 所以我只是大概的说 最后 这个可能性人家 为什么不拥抱真理 Why they object And why it stops them From embracing this truth 是什么东西 使他们抵挡 和拒绝 拥抱这个真理 Ayah don't tell me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Ayah不要告诉我 耶稣第二次再来 Don't talk about end times 不要跟我讲末日 It's only gloom and doom 末日的信息 只是灰暗的绝望 It's only like Ayah bad things will happen Bad things will come Everything bad things As if now Not bad enough More bad things coming 好像现在还不够糟 还有更多的灾祸要来临 Let's look at the Bible for a moment 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In the book of Titus Episode of Titus 七多书 Chapter 2 verses 11 to 14 2章11到14节 It says For the grace of God That brings salvation Has appeared to all men Teaching us that denying Ungodliness and worldly lust We should live soberly Righteously and godly In the present age Looking for the blessed hope And glorious appearing Of our great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Who gave himself for us That he might redeem us From every lawless deed And purify for himself His own special people Zealous for good works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前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 敬前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自大的神 和我们做主耶稣 和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从这几个经节可以提到几件事 但我们并不是要专注在这些经节 我的问题是 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的消息 是真的是灾祸和灰暗吗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他们对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看法和立场是什么 让我们再看第十三节 他告诉我们什么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自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这里使用的是什么字呢 他使用什么形容词呢 是一个蒙福的盼望 不是灾祸灰暗 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对我们是有福的盼望 而神的百姓他们在等候的是基督荣耀的显现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心是什么呢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带着兴奋 期待他来到 当你和我开始懂得珍惜 这是有福的盼望 这节就告诉我们 当你和我有这个盼望的福 它就会使我们正确的活 可能有一点我们会慢慢的解读它 他说 这里说 当你把它看成是有福的盼望 你就不一样的活 但如果你和我 认为不要讲到第二次的 那如果你和我在那里说 不要讲到耶稣的再来 这些是灾祸灰暗的 那就是你有问题 就是我们里面有问题 这些门徒 他们在期待耶稣的再来 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教导 如果我们不拥抱它 那就是有问题了 我们的看法立场就错了 我们的期盼就错了 如果你的脑是在说 耶稣你还不要来 不要来 耶稣我的一百万还没有赚完 不要来 耶稣我的生意还要生长 你不要来 你还要结婚生孩子 你还不要来 那就是你有一些问题 但新潮的基督徒 确实这么想 我们太过爱上这个世界 我们太深爱这个世界 希望我们不是需要艰难和逼迫 来把我们给唤醒 the early church christians 早期的基督徒 always live under the threat of persecution 他们时常在这个 这个逼迫的恐吓之中 生活 因此 they always look for the blessed hope 他们一直在等候那有福的盼望 what is there in the world that can offer to them 世界有什么能给他们呢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e treasure 他们已经尝过了 经历了天上的财宝 他们尝过耶稣的爱和荣美 没有什么能够与耶稣要给你的相比 而如果这是真理 they will look forward to that 他们就在期待 but if we love the world so much 但如果我们太过深爱这个世界 if you will say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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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miss what I have in this world 你说不要不要 我这世界的东西 我不要错过它 like what Jesus prophesied 那好像耶稣所预言的 the second coming of himself 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will be like the days of Lord 就好像罗德的日子 the wife of Lord not willing to leave Sodom and Cormoran 罗德的妻子 不愿意离开 Sodom and Cormoran even though the angels rescued the whole family 即使天使把全家 给救出来 she said oh my hometown my beloved hometown 她还是转头 哎呦我所爱的家乡 在后面 this sounds funny 这听起来很奇怪 但很多时候 frightening 却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我们问自己 do you see it as a blessed hope 你有没有把它看成 是有福的盼望呢 神的荣耀显现 do we 你有吗 or do we not 还是没有 we got to be honest 我们要诚心地 面对自己 do we appreciate it as a blessed hope 我们是否有把它 他看成是有福的盼望呢 then we will embrace this truth 那我们就会 拥抱这个真理 then we will embrace this teaching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就会拥抱这个 耶稣第二次 再来的教导 because for far too long 因为太久了 the teaching has been love the world you can do well in this world 基督教的教导 变成是 你要爱世界 你在这世界 要成功 Jesus will bless you 耶稣要在这世界 祝福你 当然神喜欢 祝福我们 但让我们 哈好的思考 你以为耶稣 会祝福我们 直到我们 太过爱这个世界 远超过爱耶稣吗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是对的吗 耶稣是否会 为我们做一切 直到我们 不要他 直到我们 不要耶稣再来 那就是有问题了 如果今日的基督徒 不要耶稣再来 不期盼耶稣再来 不把他看成 是有福的盼望 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是 生病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问自己 我也必须要问自己 我是否有 等候 期待这个 有福的盼望 第一代的基督徒 他们有这个真实 他们时常在那里 等候 期待 期盼耶稣 他们就是如此 我们有吗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简单的信息 但我们结束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时间 来反省 我们是否拥抱 这个耶稣 第二次再来的真理 还是我们拒绝他 还是我们很轻省地对待他 随随便便的 听了就算 不用管 下一个很出名的教育是什么呢 下一个比较新潮的教育是什么呢 让我们跳去听听一下 所以你不过是从一个出名的教育 跳到另一个教育 其实不只是拒绝 圣经说到在末日 会有人嘲讽 讥讽这个真理 或者下星期我们才看 但是让我们问自己 弟兄姐妹 你和我都有这个责任 来自己查经 好像那些妇女 她们去查看 在圣经中说 那她们所讲的是否符合圣经 你也不要听我 你自己去查圣经 看她是否有说到耶稣的再来 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 把她看成是有福的盼望 为什么他们时刻等候耶稣的再来 弟兄姐妹 让我们自己寻求神 让我们花时间问自己 我是否有拥抱这个真理 让我拥抱这个真理 它是否使我损失什么 还是使我赚得了祝福 如果我拒绝这个真理 我就错过了这个祝福 我是否 要冒这个险 因为我们所说到的是永生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拥抱呢 还是拒绝 因为当我们真正的拥抱 如果你注意到 我们持续性的一直说到 心腹的方面 因为这就是真理 基督的第二次来临 基督的第二次来临 他要好像新郎 来到他的心腹那里 他要来审判世界 但他却好像新郎 临到他的心腹 如果我们拒绝 如果我们拒绝 你没有领受耶稣 做你的新郎 因为怎么可能呢 耶稣来寻找 来接回他的心腹 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心腹 我们就拒绝他 如果我们拒绝他 我们就不是他的心腹 我们是否有真的 接受耶稣 做我们的新郎 做我们的新郎 这是在圣经里的 我们必须要把它查出来 我们是否有爱神 好像是我们的新郎一样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是非常事实的时刻 让我们提醒自己 如果我们拒绝这个真理 或者我们轻叹这个真理 这是很危险的 现在当我们把这些 摆好的立场 我们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耶稣很多时候 跟某些人说 你离开我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你不是我的心腹 你喜欢随心所欲 你奉什么教会 还是基督教的 是什么基督徒的名字 你却随心所欲 但主说我不认识你 你不是我的心腹 现在我们明白 因为在起初 从早期 我们根本就不要他 这些行为大事的人 他们不要耶稣 只是在最后一分钟 当那个门关上了 他们才醒过来 那就太迟了 现在是我们应该 让耶稣来认识我们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说到关系 你要告诉耶稣 你里面最丑陋的东西 你的里面 这些自私的动静 是什么 全部告诉耶稣 让他知道 即使你是爱世界 多过爱他 也让他知道 唯有这样圣灵 才能在我们里面 他要认识我们 他要与我们的生命 有亲密的关系 是说他一个 心腹的关系 我们越像主 敞开自己 他对我们就越真实 他越向我们要求 因着处于爱 他不是那个 可恶的邪恶 残忍的渡工 他是一个 负责任的新郎 忠实的新郎 他说你要放心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我与你同在 这道世界的末了 我在你里面动工 直到我再来的日子 但你是否 允许他呢 我们是否 接受耶稣 做我们的新郎 他是否认识你 他认识我吗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花时间 再重新的 摆正你的生命 当我们拥抱这个真理 这就是说 我们需要调整 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说 他要我们在 期盼中有改变 在我的思想 我的计划中 我的生活方式 我所期待 什么事情会发生 这一切都需要调整 因为现在我把 耶稣的第二次 再来看成是 有福的盼望 我不再把 把世界能给我的东西 看成是那么伟大 那么重要 I don't see the cares I don't see the cares of life as so overwhelming anymore 我不再把这个 世界的忧愁 挂力 看成那么大 知道他淹没我 I begin to seek first 我开始 我开始 his kingdom 只寻求 先寻求神的国度 right groom first 我的新郎 是首位 Let me be more concerned with preparing myself 让我最注意的 就是预备自己 来迎接他 This is embracing the truth in revelation 这就是拥抱 真理 在启示录中 This is embracing the teaching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这就是拥抱 这个教导 关于耶稣的 再来 It would require realignment in our lives 它需要我们的生命 重新调整 Amen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at is it 这是什么呢 that we should reflect in our lives 我们需要 好好地反省 我们的生命 Don't take this lightly 不要轻看着教育 Because when I read Revelations chapter 1 verse 3 因为当我读起 书录一章三节 Then it dawned on me Then I begin to realize 我就开始 醒过来发现 Not everyone will embrace This teaching 不是每个人 会拥抱 这个教育的 Not everyone will embrace the truth that Jesus will come again 不是每个人 会拥抱 这个真理 就是耶稣 要再来 So might as well be ready 所以 我们为何 不预备好 People will even laugh at you mock at you If you believe such thing 如果你相信 主会再来 可能人还会 讥笑你 讥讽你 If you do adjustments in your life Because you believe Jesus will come again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 做调整 印证你相信 耶稣要再来了 People may laugh at you 人可能会笑你 But if that's so important 但这是那么重要 If you think that People laughing at you is more important 如果你认为 人对你的嘲笑 很重要 Then it also speaks volumes about ourselves 那这也告诉我们 我们里面的问题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所以弟兄姐妹 May we be exalted be encouraged 让我们受劝 接受鼓励 to embrace 来拥抱 the truth concerning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这个真理 关于耶稣的再来 Amen Let this when we begin to embrace it it's okay If we are If all this while we take it lightly 让我们开始 来拥抱 这个真理 如果一直以来 我们是轻叹 这个教导 If all this while we reject it 一直以来 我们在拒绝 这个教导 因为在过去 我们总是 被教导 It's alright This is the time we come back to this 因为过去 我们被教导 这样子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 回到这里 如果圣灵在对你说话 那你就把它领受 你就接受说 是的 I don't want to have this itching ears 我不要 looking for things to support my lifestyle 我不要有这个 发扬的耳朵 到处寻找一些教育 来支持我的生活方式 Let me get back to this brighter relationship 让我回到这个 心腹的月 step by step 心腹的关系 Don't think it's It's okay It's not too late Now is the time of grace that you can still come back to him 现在是恩典的时刻 你还可以再 回来他那这里 Don't waste that opportunity Don't waste that opportunity Don't waste the grace that he gives to us now 神现在给我们的恩典 to still make amends to our lives 让我们还能 当我们还能 修正我们的生命 to still adjust align our lives to this truth 当我们还能够 调整我们的生命 来面对这个真理 And as we embrace this truth and reality 让我们拥抱 这个真理和真实 May the Lord bless us 愿主祝福我们 May the Lord be our portion 愿主做我们的福分 May the Lord be our faithful bridegroom 愿主做我们忠实的新郎 May we endure to the very end 愿我们忍受到底 Father we thank you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语 总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 你的话语 你的工作 并不是要毁灭我们 你是在吸引我们到真理 And when truth is beginning to receive Being received inside us 而当真理在我们的领受 我们的里面被领受 We become free 我们就自由了 Free to love you 自由来爱你 Free to follow you 自由来跟随你 Free to worship you 自由来敬拜你 Free to be the bride that you call us to be 自由来做你要我们成为的信徒 Then we find true meaning And true destiny in our lives 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 就找到真正的意义和 子和天命 Help us Lord 帮助我们 So many things inside us have been entrenched have been deeply inside For so long 很多东西深深的 在我们的里面 砸根太久了 Some are imbalanced teachings and beliefs 有一些错误的 不平衡的教育和信仰 Some things are not right 有一些不对的事情 But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但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We come before you Humbly this afternoon 我们今天谦卑地来到你面前 And ask for your grace again 求你的恩典 Ask again that your Holy Spirit To continue his work 求你的圣灵 继续你的工作 To prepare us until the day Of your coming 预备我们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That we become We will endure And we will all be overcomers Until the day you come 让我们能够忍受 而且成为得胜的 知道你再来的日子 Speak to us Holy Spirit 对我们说话圣灵 May we not just hear the words of men Yu我们不只是听人的话语 May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heart of the Father Yu我们真正明白父的心意 Help us we pray 帮助我们圣灵 Help us we pray 求你帮助我们 Each of us we need you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 We may come with different needs in our hearts 我们可能在心中带着不同的需要 But Lord you know what is the answer to those needs 但你知道我们这些需要的答案是什么 We cannot dictate to you What is the answer to our needs 我们无法告诉你 我们的答案的需要是什么 You know them Lord You know them Lord You know them Lord And we receive your answer And we receive your answer Or我们领受你 从你而来的答案 Even if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us 即使他对我们好像用不上 But we receive you We trust in you 但我们领受你 我们信靠你 Lord today we open our hearts 主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And we receive you afresh 我们重新的领受你 Your life and your grace 你的生命 你的恩典 That is sufficient for us 对我们是足够的 To every of our needs O God 对我们的每一个需要 Thank you Lord 感谢你 Your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us 你的恩典对我们是足够的 If we continue to walk 如果我们继续地走在你的真理上 If we continue to build our lives 如果我们继续地建立自己的生命 As bride making ourselves ready for you 好像幸福使自己预备好为了你 Come Holy Spirit 求你来圣灵 Come Holy Spirit 求你来圣灵 Speak and awaken your people Lord 求你来说话 来唤醒你的百姓 Do what no man can do 求你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 Lord Soften our hearts 主啊软化我们的心 Soften our hearts We pray 软化我们的心 我们祷告 We lay our lives before you 我们把生命摆在你面前 We thank you Lord 我们感谢你主 We ask all this 我们奉主的名求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thank you Lor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